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张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欢迎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 来到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我是管家婆董元阿姨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故事 是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和皮卡书屋 共同推荐的汤姆走丢了 他的作者是来自法国的玛丽阿丽娜 以及克斯多夫勒马斯尼 由梅丽翻译 今天妈妈带我到百货商店买东西 她想给我买一条新的裤子 就像我朋友Gabi的裤子 裤子两边都有兜呢 哦 大街上有好多人 他们总是一路小跑 来去匆匆 在商店的门口 妈妈告诉我 千万不要乱跑 让我一直跟在她的身边 走进商店 人可真多呀 悠扬的乐曲声 不时的传来 售货员阿姨正在介绍商品 妈妈对我说 她的钱不多 不能花费太大 当妈妈给自己挑选衣服的时候 我就看着自己的周围 我看到了 我要买的裤子 妈妈 妈妈快来 我给你看看 我要的裤子 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转过身 想问妈妈 是不是也觉得 我挑的裤子很漂亮 怎么 怎么是位阿姨 我认错人了 她不是我妈妈 我的心 开始蹦蹦蹦地乱跳起来 我撒开腿 拼命地跑 得赶快找到妈妈 啊 我看到妈妈的红大衣了 哎 我追上妈妈了 我刚才 我刚才真的很害怕 但是 她也不是妈妈 还是一位阿姨 穿着和妈妈一样的红大衣 可是 可是 我的妈妈去哪了 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 我在商店的过道里跑 可是他们都穿着一样的红大衣 嗯 妈妈 我要妈妈 嘿嘿 我要妈妈 我哪也找不到我的妈妈 嘿嘿 还有这么多 我不认识的人 还有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孩子 我怎么 我怎么就独自一个人 我害怕 我害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那 那我会变成什么样 我走丢了 我找不到家了 嗯 就在这时候 一位长着奇怪脑袋的老先生 弯下腰 问我为什么哭 我害怕极了 很快的就跑开了 哦 我记得 爸爸对我说过 如果你走丢了 千万不要出商店 而是要去找收银台的阿姨 哦 收银台 收银台 哎 在这里 阿姨 阿姨 我想和收银台的阿姨说话 可是 她看不见我 一位阿姨微笑着在我身边蹲下来 她看上去很有善 我就对她说 我丢了妈妈 然后 我又哭了起来 这时候 我身边围了一大堆人 他们都看着我 都在为我着急 一位穿制服的叔叔走过来 粗声粗气的问我叫什么名字 接着她对我说 走吧 我们一起去找妈妈 叔叔把我带到她的办公室 对着话筒说 我走丢了 这样 整个商店都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不过 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名字 我感觉怪怪的 一位阿姨 让我一边等妈妈 一边给图画填色 我很害羞 我也很着急 突然门开了 是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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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孩子别哭了 知道吗 我和你一样害怕 妈妈 亲爱的妈妈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好了别担心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一起吗 孩子好样的 你是不是寻求收银员阿姨的帮助了 太怕了 妈妈为你感到骄傲 是的 我刚才是太害怕了 现在 我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 为了安慰我 妈妈给我买了礼物 还有两边有兜的裤子 你们知道吗 和妈妈在一起 我太高兴了 我再也不愿意丢了妈妈 再也不要 好吧 暑假终于来临了 小朋友走丢 害怕是免不了的 如果害怕地哭起来 那也是免不了的 如果你一不小心遇到了 这么让人害怕的事情 该怎么办呢 不如给孩子讲讲汤姆的故事吧 我想每个小朋友 都应该懂得一些基本的知识 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比如说 你要努力地让自己镇定 然后寻求大人的帮助 不管是收银员阿姨 或者是老奶奶 相信我 在商场里走丢了 就找他们的帮忙吧 宝宝加油 明天 董月阿姨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